欢迎来到我们的洛杉矶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将关注西奥尔良胜图队的进攻协调员克林特·库比亚克 他在球队备战季前赛的过程中 由于伤病问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多名关键球员的缺席让球队的进攻部署变得复杂 尤其是在跑位肯德雷 米勒和接球首拉西德 杀西德的缺阵下 库比亚克的战术评估工作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 主教练丹尼斯·艾伦对球队的深度表示乐观 接下来 我们将目光转向俄克拉荷马大学 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大学橄榄球赛季中 他们将首次在SEC联赛中亮相 球队的目标是取得成功 尽管进攻线正在进行大规模重组 但他们拥有一批优秀的本土球员和经验丰富的转会球员 分析师们认为 如果他们能够有效整合阵容 或许会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联盟中超出预期 最后 我们要提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最高法院选举 现任法官约翰 迈克尔 吉德里将成为唯一候选人 由于其他两位候选人因为能满足税务申报要求 而被取消资格 吉德里将不再面临竞争 这场选举旨在增加对黑人社区的代表性 尽管面临法律挑战 但吉德里将成为法庭上的第二位黑人法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oronto Star报道 西奥尔良胜徒队的进攻协调员克林特·库比亚克 面临着伤病带来的挑战 这使得他在安装新战术时倍感困难 主教练丹尼斯·艾伦指出 关键球员因伤缺席 使得球队在平估和磨合方面遭遇瓶颈 新秀跑为肯德里 米勒在训练营的第一天就拉伤了腿筋 至今未能回归 而深具威胁的接球手拉西德 莎西德也因脚趾伤势受到限制 艾伦对米勒的恢复表示悲观 认为他无法在新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尽管老将四分为德里克 卡尔健康 但其他关键球员如阿尔文 卡玛拉和锦端约万 约翰逊也因伤缺席 进一步加大了库比亚克的工作难度 Yahoo US分析了即将到来的 2024年大学橄榄球赛季 俄克拉和马大学在USA Today Sports的预赛排名中被看好 尽管他们面临着进攻线的重建 尽管外界对他们的评价不高 但球队拥有一批有潜力的本土球员 以及经验丰富的转校生 如果能够迅速磨合 俄克拉和马大学有望在新赛季中取得佳绩 SEC联盟的竞争激烈 许多球队在预赛排名中名列前茅 俄克拉和马大学的表现将受到密切关注 尤其是在与德克萨斯大学和乔治亚大学等 强队的对决中 美联社报道 路易斯安那州即将举行的州最高法院选举 因两名候选人被取消资格而变得悬念重重 由于未能提供及时报税的证明 第二巡回上诉法庭法官马库斯 亨特和路易斯安那住房公司首席幕僚莱斯利 钱博斯被裁定不符合资格 导致现任法官约翰、迈克尔、吉德里 在11月5日的选举中无人竞争 此次选举将是路易斯安那州历史上 第二个主要黑人选区的首次投票 尽管亨特和钱博斯表示 他们相信自己的报税已完成 但法院的裁决让他们失去了参选机会 吉德里若成功当选 将成为第二位在七人至最高法院中服务的黑人法官 Yahoo US报道 芝加哥公牛队的控球后卫朗佐、鲍尔 最近与其他NBA球员进行了一场五对五的比赛 这场比赛由NBA训练师克里斯、约翰逊拍摄 鲍尔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展示了他在恢复过程中的重要进展 他与贾伦、杰克逊、贾伦、约翰逊、丹尼尔、加福德、德安德烈、乔丹和贾维尔 麦基等职业球员同场竞技 展现了出色的投篮和传球能力 这对公牛队的球迷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 球队副总裁阿图拉斯·卡尔尼绍瓦斯也表示 鲍尔正在逐步恢复 并希望他能在秋季训练营时回归 《独立报》提到 詹妮弗·洛佩茨于8月20日向本阿弗莱克提交了离婚申请 尽管两人早在4月就已正式分胎 网友们纷纷猜测阿弗莱克在多次互动中表现出的不快 暗示他早已对这段婚姻感到厌倦 尤其是在格莱美奖颁奖典礼上 阿弗莱克与洛佩茨的互动被认为是他不满的表现 此外 洛佩茨在纪录片中展示了一本 包含阿弗莱克为他准备的情书的文件夹 这让阿弗莱克感到隐私被侵犯 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他们婚姻状况的猜测 Yahoo!US进一步分析了洛佩茨离婚申请的时机 认为其聪明而具有策略性 尽管媒体报道称两人没有婚前协议 但法律专家表示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协议存在 他们的离婚没有涉及孩子抚养问题 因此可能会更快解决 洛佩茨选择在他们结婚两周年的这一天 提出离婚申请 可能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 尽管两人有着复杂的历史 但法律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故事就此结束 未来仍有可能重归于好 Yahoo!US报道 比利 爱丽时在2024年6月成为Spotify阅读 最受欢迎艺术家的消息 引发了他的兴奋与感激 他在Instagram上分享了自己获得10105704名阅读听众的喜悦 称我真的无法相信这是第一名 比利表示对粉丝们的热爱 并称这一成就为史上最疯狂的事情 他成为第三位 也是最年轻的达到这一里程碑的艺术家 仅次于泰勒 斯维夫特和周末 值得一提的是 比利在发布新专辑 Hit Me Hard and Soft后不久 便取得了此成就 这张专辑由他的哥哥芬尼斯共同制作 二人在创作过程中经历了一些争执 但最终仍然创造出了美妙的音乐 《卫报》的报道指出 野火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 包括低出生体重和早产等问题 然而 公共卫生官员在保护这些脆弱群体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 研究人员调查了 俄勒冈州的超过50名医疗工作者 发现他们普遍认为 当局未能有效传达警告和安全信息 尤其是对无家可归者和语言能力较弱的群体 野火烟雾中含有的有害物质 与孕妇的健康风险密切相关 尤其是对有色人种的影响更为显著 专家们呼吁公共卫生官员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来减轻野火烟雾对孕妇的危害 并强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关键 在另一则报道中 Megan Good在她的新电影 Terry McMillan Presents Forever的首映式上大放异彩 身穿黑色迷你裙 搭配Dolce & Gabbana高跟鞋 她的同伴Kate Diggs则选择了休闲的蓝色 Converse运动鞋 展现出不同的时尚风格 首映式吸引了众多明星和媒体的关注 Good的男友Jonathan Majors也在场支持 穿着色彩鲜艳的搭配 其他嘉宾如Rachel Lindsay和JC Chases等人 也展现了各自的时尚风格 整个活动充满了活力与创意 该电影将于8月24日在Lifetime首播 讲述了Diggs饰演的一位老兵 与Good饰演的一位警察母亲之间的爱情故事 Yahoo!US报道 关于即将在洛杉矶举行的 USC与宾州州立大学的橄榄球比赛 是否会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开球 成为了一个热议的话题 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时间安排 但由于电视转播的复杂性 尤其是在大学橄榄球界 随着西海岸四所高校加入大师联盟 以及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转会至SEC的情况下 这种可能性并非空学来风 随着网络转播权的变动 USC与宾州州立大学的比赛 可能会被安排在更早的时段 尤其是在大师联盟的电视合同变更后 电视网络的安排也变得更加灵活 在讨论可能的比赛时间时 提到了其他比赛的安排 例如华盛顿大学对爱荷华大学的比赛 可能会在东部时间中午12点 太平洋时间早上9点进行 这样 UOSC与宾州州立大学的比赛 就可以在东部时间下午3点30分 太平洋时间12点30分进行 这种安排 不仅有可能避免 与德克萨斯州 对俄克拉荷马州比赛的正面竞争 还可能使得 UOSC与宾州州立大学的比赛 成为当天最受关注的赛事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UOSC在2020年曾经在洛杉矶的比赛中 成功安排了早上9点的开球时间 因此 这样的安排并不是没有先例 在另一个话题上 Yahoo US报道了达雷尔 杜赛特 Daryl Doucette 对自己在旗帜橄榄球中的表现的自信 他认为自己在这项运动中 比NFL明星帕特里克 马霍姆斯 Patrick Mahomes更出色 杜赛特并未参加过NCAA或NFL比赛 但他在2022年带领美国队 赢得了旗帜橄榄球世界冠军 并且在2023年美洲洲际锦标赛中 被评为最有价值球员 他指出 虽然NFL球员对旗帜橄榄球的兴趣日益增加 但他认为他们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过程 而不能仅凭名气 自动入选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美国队 杜赛特强调 旗帜橄榄球与传统橄榄球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 NFL球员的转型并不容易 这让他对自己在这项运动中的能力充满信心 Yahoo!US报道 Emily Ratajkowski近期在纽约市被拍到牵着他的狗Colombo 穿着一双黑色的Rebok运动鞋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一品牌是他最近几周的首次选择 他搭配了一条灰米色的迷你吊带裙 和略显夸张的黑色墨镜 展现出他将休闲风格提升到新高度的能力 这双Rebok X Catalyst Premier Roll Modern运动鞋 以透气的鞋面和圆形向胶外底设计 提供了良好的抓地力和舒适度 尽管他一向钟爱Oakley品牌 但偶尔也会尝试其他流行的鞋款 令他的街头风格更加多样化 美联社报道 南加州大学USC在林肯 莱莉执教的第三个赛季中 进行了防守方面的重大调整 试图提升球队的竞争力 尽管进攻端在2022赛季表现出色 平均得分超过41分 但球队未能进入大学橄榄球季后赛 莱莉引入了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Danton Lin作为防守协调员 希望能通过他的指导提升防守表现 训练营的表现显示 防守组在内部对抗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莱莉对新防守阵容的潜力表示乐观 期待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展现出色的表现 《独立报》报道 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 在其前未婚妻詹妮弗·洛佩兹向本阿弗莱克申请离婚后 分享了一则关于向前看的名言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强调在生活中做出选择的重要性 尽管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但这一举动显然与洛佩兹的离婚消息有关 罗德里格斯与洛佩兹的关系始于2017年 经历了订婚和分手 最终两人选择以朋友的身份继续支持彼此 随着洛佩兹的离婚申请 外界对于他们过去的关系和现状充满了关注与猜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中文字幕上有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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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